台北寬年有訓婦女童 陸陸陸陸陸陸 拎著柏青門說 哈囉台北市民 看好啦 怪我就是怎麼拿都覺得 痾痾痾 給個柏青包包包的改革 沒有這個改革 你怎麼會有可能 我會努力賺錢 我會努力賺錢 剛剛好像有講到說就是 寶怡姐之前差點要演那一盤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欸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一起錄 超級星期天嘛 那那時候就是知道 柴姐有在籌備流星花園 我沒有什麼差一點要去拍 沒有差一點 就是柴姐有提這件事 可是那時候真的手上有節目 然後又要發片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只覺得 可能柴姐就是客氣的意思說 欸你們家寶怡也不錯啊 然後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客氣話而已 沒想到今天那個過了20幾年 就重新提起這件事這樣 有殘念嗎 殘念 有流星花園這麼紅 其實沒有欸 我覺得每一個藝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路徑 對 柴姐送妳的國賓包你有在背嗎 沒有 你今天下雨是妳背嗎 有雨衣啊 這太白癡了 就是妳背出來然後等一下穿雨衣 然後我自己全身淋濕 然後 沒有因為我覺得我撐不起那個包包 撐得起來啊 你明天就背來 然後你帶走 哈哈哈 你說因為前兩天我看 又不是公布那個台北快年主持 每個都有title嘛 我的title就很好像那一家 國賓包主持 嚕嚕嚕嚕 想說 林子博青 然後說 哈囉台北市民 你看好啦 這就是博青 沒看過吧 沒看過吧 你們過不到 而且我 不是用錢買的啊 我想說 人家送貨 太怪了 怎麼會有人這樣寫呢 明天就背來啦 不要 我就在等我成熟一點 你現在就成熟了 我就覺得真的 我有點成... 很怪 我就是怎麼拿都覺得 痠痠 就是很怪 中了 就是 怎麼那麼重 我其實不夠重 好像沒辦法背那個 沒有 薄青包就是應該別人幫你拎 就是有 你要請一個人在旁邊幫你 我幫你拎啦 哈哈哈 有時候姐姐是陰險的 哈哈哈 如果你媽想要跟你借說 啊我明天要去喝喜酒 我可以跟你借你的薄青包 去喝喜酒 可以啊 我去送我媽媽都可以啊 哎呦 哇賽 欸這個一定要撿進去 我媽媽要怎樣 都可以 哇 你開竅了 對 因為我也是我媽給我的 所以她要什麼我就都給她 對 我你不知道 她的概念 沒有沒有這個概念 哈哈哈 沒有沒有 我會努力賺錢 我會努力賺錢 我相信我媽不是這麼虛榮的人 很難講 哈哈哈 如果說要努力賺錢 然後今年LULU回牙場 應該有暴增了吧 以前的我真的會狂接 但是現在我會覺得 還是戲娘愛狗 我覺得才不自由了吧 哈哈哈 不是 因為我好前面幾年 我真的太狂接 然後狂接到就是 有時候會直接真的病倒的那種 那前幾年就是 病倒的過程 我還曾經求救保怡姐 因為我已經沒辦法去主持了 然後 要跟 常常說對不起 一定要找到他們願意接受的女主持人 然後就便尋不著 然後搬出 說可不可以請保怡姐 然後他們就說OK 然後保怡姐一同調 她人 她台在柬埔菜喔 她改機票 然後 一落地到台灣 然後就去訂裝換衣服 然後就上台了 為什麼 為了我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一起跟貨服 那時候我們還不熟喔 很久好大大 對 而且還不止一次 哈哈哈 然後她就說 你年末敢在給我這樣接工作 你給我試試看嗎 這個恩情 現在好好換 我相信你是不會想要薄金糕的人 哈哈哈 哈哈哈 她們就是只要 珍寶儀 所以這個四年之後也驗證了當時的廠商眼光 沒有錯 非常的準確 就是曾寶怡 啾啾 請這邊幫我上些光 俠女曾寶怡 使命必達 但是說真的他們兩位雖然不是那種很厲害的那種唱歌的歌手 但是每一首都有看過 我們不是很厲害的唱歌歌手 製作人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就是唱的不是很好 但是很感人啦 就是你們就看感人的部分就好了啦 那播不算好的部分你們就自己騙過 三十多人真的有傷到我們的心 走心了啦 走心了 老師剪妳 妳都已經解封了 妳有回去那個香港看吧 快 我們今年已經見過面了 我們上次見面跟上上次隔了兩年半 兩年又五個月 所以我見到她的時候 眼眶都打轉 但我爸就說 她肚子餓趕快找地方上去 我們有一個人的那種 我記得是在這兒 你不是嗎? 我記得是在這兒 你也是在這兒 我記得是在這兒 那他記得是會嗎? 我記得是大家